画面上可以看到在游行的街道上 满满的民众夹到欢迎 全家大小出动来观赏一年一度的 基隆中原季放水灯游行 一起来认识基隆这个百年特色文化庆典 刚刚看到什么觉得印象很深刻 目前是那个武龙武师 对 吕师傅武龙武师 对 还不错哦 我喜欢那个达国还有武龙武师那里 还有就这样两个就好 他们知道是什么叫基隆中原季吗 就是他边车子过来的时候 会边跟他讲解这个是什么缘由 然后像刚刚第一台主谱台的那个 上面有要放水灯那一个 会跟他讲说那个是为什么要放水灯 对对对 市长加油 活动开始前 基隆市长谢国良步行前往游行主舞台 一旁的观众们也跟市长热情的打招呼 为市长加油打气 甚至还有民众热情跟市长一起拍照 显示市长谢国良的高人气 很多的民众都有跟国良 我们都互打招呼 那我们都非常感动 大家也给我们很多的鼓励 那这个我们都会继续的把这些 当作我们努力的原动力 虽然途中有遇到罢免团体表达意见 甚至一度跟市长非常接近 不过市长也很有风度的致意 希望大家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 只要保持好适当距离 没有关系 我们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中原季 那表达意见我们都完全尊重 那就是大家距离不要太近 有一点点安全距离 我个人会建议这样 而在开幕典礼上 市长 议长跟主谱的张料简姓宗亲会代表 都感谢各单位的支持 让中原季顺利来举办 共同祈求老大功 让基隆能够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也让基隆越来越好 更加和谐 大家赚大钱 感谢所有市民朋友的参与 我想我们一年一年 会让我们的文化观光局 把它办的呢 除了保留我们的文化元素以外 最主要是要吸引更多 海内外的观光客来到基隆来消费 并且来共同跟我们同欢同乐 我们基隆这个已经有100多年的 这个历史悠久的基隆中原季 再次感谢我们张料简中清会 及个性中清会理事长总干事 劳心劳力的文化局 包含我们全体的同仁 全体的市民 这是我们基隆人最凝聚 最缓解的日子 我们继续怀抱这份感恩 缅怀历史的苦难 感谢些人的开拓 祝福我们金融的未来 祝福贾成金融年中原季顺利圆满 我们各项的活动都非常的顺遂 我想这就是老大公保险地 给基隆人真好 真多的屁油 给我们基隆 这个在我们敬爱的谢市长带领之下 所有的活动都是顺顺利利 严格连严满满 今天特别感谢 从中央的长官到我们国内外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起的参与 让基隆的这个中原季盛会 可以说是空前 可以说是非常的热弱 在游行队伍中 基隆的宗亲会 各机关学校团体不分年龄 都上街进行一个大型的艺文展演 表现出基隆丰富的历史底蕴 跟多元的文化 也展现各姓氏宗亲们的团结气势 而观众们夹到欢迎 不时地给予掌声鼓励 游行最后 还有宇都舞蹈团的大型啦啦队 让台上台下跳成一团 充分展现了基隆中原季 呈现起后和谐欢乐的主要意义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